我今次会介绍福音单章,也讲到这个报道法 这个报道法就是耶稣能凡事祝福你,可以用来传福音 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是神可以经历,并使用这个传福音 其实当我们为人祷告,让人经历到圣灵,带他信耶稣,他就会觉得神很真实 他的生命会改变,跟从神的机会是高很多的 我曾经用过很多次,譬如有时候人病,为人祷告而带他信耶稣的情况是发生过很多 有试过做化疗,化疗他说很辛苦,但祈祷的时候他立刻觉得舒服 然后我就教他,带领他信耶稣,叫他回家,我就说你继续这样祈祷 他回家祈祷,他就辛苦了,他祈祷又是奉耶稣明祈祷,发觉又是觉得舒服 他就告诉他的女儿,哇,耶稣真的很厉害,今天有个牧师在医院那里为我祈祷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然后他回家都是这样祈祷 而我见过这个人,只是那一次,因为我之前也不认识他,之后也不认识他 就是那一次,后来他离世的,癌症离世 但他的女儿就找到我的卡片,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我爸爸那时候在医院见过你,然后他做化疗很辛苦,但祈祷的时候觉得舒服 然后他就跟你祈祷,然后他回家又祈祷 他又觉得祈祷,觉得很舒服 这个就是那两个女儿的形容给我听 因为那两个女儿其实都没有信耶稣的 他就想我做一个,和他爸爸做一个安息礼拜 那我就在他的电话里跟他两个姐妹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不如我现在为你祈祷,你爸爸经历了神的工作 我就为他祈祷,我问他有什么感受 他两个都说,有一个说飘气,整个好月飘气 另一个又说很飘气,然后我就带了他去信耶稣 后来他参加我们教会受洗,还有他带了他家人信耶稣 就是一个人就在一个医院里面见到他做化疗 因为我们通常见到人做化疗,我们就觉得很难的 做化疗如何祈祷会觉得舒服 是很难的,因为实际是很辛苦的 但是神也会这样使用 另外一次的医治的祈祷 也带了一家人信主 就是我们一个教友,他的妈妈有四样严重的病 心脏病,糖尿病,中风,神衰竭 医生已经说不行了 他致命的就是神衰竭,所以他的尿毒会越来越高 那个女儿就叫我去为他的妈妈祈祷 医生说他因为神衰竭离世 所以他将来越来越尿毒越高 越高他就会越痛 痛到最后能够做的就是用麻啡针 他就叫我去探望他妈妈,为他妈妈祈祷 他妈妈又肯饿 我问他,他说他觉得很舒服 我说你信不信耶稣 他说我不信耶稣,因为我拜了观音很多年 他就不肯信耶稣 在这样来说,根本没有下跨 但是我持续去 他的家人每个人来探望 我每个人为他家人祈祷 在医院和在家都是 所以他家全家都认识我 后来我忙碌就没有再去探望他 过了半年后,他忽然想起我 他说,为何尿布斯今天没有来 好像前几天我来过 但其实我已经没有来半年了 他忽然问他女儿 他说,女儿立刻传信息给我 我立刻去,就为他祈祷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觉得很舒服 我说,观音有没有这样帮过你? 他说,没有 我说,你信真,信假 他说,信真 他愿意信主,立刻受洗 我说,你愿意受洗 愿意,愿意受洗完 那些偶像不是真的 你拜的那些,一向拜的那些 他不帮到你的 那你想拆照 真的就拆光了 他家人说,他翌日 就跟那些子女说,那些孙子 你要信耶稣耶稣好 整个人舒服 他家人说他,一直到离世那天 都是很舒服 那天是他最后一天完全清醒的 那天,之后开始就 很多时候睡得很久 这就是神的工作 神很奇妙 当他在他最后一天清醒的时候 忽然神就在意念放在里面 为何今天二牧师没有来 很搞笑 这么久都没有见过 忽然间会找我 而这样祈祷 他妈妈就信耶稣受洗 并且有一晚 他的女儿就说 他半夜忽然间打开眼睛 看着天花板一边 看着另一边在笑 因为他的妈妈 已经大半年没什么说话 和没有笑 你想想一个痛的病人 怎么笑 但他那次又在看又在笑 他女儿就觉得很安慰 第一看到他笑很安慰 第二他觉得他一定见到一些异象 可能见到天使、天堂、耶稣之类 令到他家人很多个信耶稣 让他那个女儿愿意侍奉神 其中一个女儿 后来有一次这样的经验 他有一天忽然间口漏水 他是三叉神经问题的 医生说他是三叉神经问题 即是他失控了 一喝水 他的水在嘴里流出来 然后进了医院 然后进医院 我就去探他 又说要祈祷 在祈祷 祈祷 他又无意自己拿起水瓶喝 喝完他说 为什么没有漏水 接着又是带他信耶稣 还有同房间有一个女儿是发烧的 我为那个女儿祈祷 然后我过了两个生日回来 回来的时候 我一出电梯 那个女儿 即是发烧的女儿 他就叫我 You see 我说你是谁 因为我只是见他一次 我不认识他 旁边有个人为祈祷 他又觉得一种凉气进来 然后过了两三天回来的时候 我一出电梯 他就叫我 接着我说 你是哪位 不是前几天你为我祈祷 接着那晚就退了烧 因为他烧了整个礼拜 他说那晚就退了烧 其实我们看到神很大工作 我就带着信耶稣 即是说 原来神可以使用我们的祷告 来祝福人 如果我们用出来是可以很厉害的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成为 即是带着很多人信耶稣的人 你一生可以带着很多人 你想想 如果你一个礼拜 总之你做 神有喜悦 譬如你一个礼拜向一个人传福音 神有纪念 或者你几个礼拜 带着一个信耶稣 两个信耶稣 你一年可能已经带几十个了 如果你一个礼拜 如果两个礼拜就带一个 你一年 如果两个礼拜就带一个 一年就二十六个了 那你很厉害的 如果你其中有一些变得爱主 譬如有些人 我们为他祈祷 他真的整个人改变 又肯爱主 整个人改变 那我们其中一个姐妹 刚刚我们在教会 跟他施洗 他真的很多东西想学 他又想学港道 他接着又写一些PowerPoint 他又录音 有练习 然后他又做什么呢 他又说 叶牧师 我有个意念 想用Facebook 开个户口 把你的影片放上去 然后他昨天就做了 放了一集影片上去 他很有心 他刚刚信 几个月 他立刻想传福音 去帮助人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很大 去给神使用 而这个祈祷帮助人 有些就是医治 有些就是心灵重担释放 安慰 得力量 或者他的前路很迷茫 得到帮助 这就是这些经历 令到我激起我写这个单章 首先我们读一读这些经文 原来神的圣灵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一就是平安 约翰虎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很多人其中都觉得平安轻松 第二就是轻松 马太十一章二十八节 凡途虎得安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者女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罗马书五章五节讲到爱 圣灵将神的爱 囂灌在我们心里 由心灵医治 尔赛书六一章一节 医好伤心的人 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还有喜乐游代替悲哀 由赶鬼医病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 就是信的人 哪有神迹除了他们 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和守爱病人 病人就已经好了 还有喜乐 尔赛书六一章三节 喜乐游代替悲哀 身体舒服了 诗篇一百十六篇第九节 或者欲身也要安然居住 医治失眠 诗篇四篇八节 我必躺安然躺下睡觉 另外在你的单章底 诗篇一百十七篇第二节 唯有耶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然后得着能力 一章八节 圣灵降落在你身上 必得着能力 我们再读一次 平安 轻松 爱 心灵医治 安鬼医病 喜乐 身体舒服 医治失眠 得着能力 这是我叫他做 经历圣灵报道法 就是聆听人 和他沟通 知道他的需要 然后回应他 知道你觉得辛苦 觉得不开心 烦恼 而耶稣真的可以帮到你 你想不想耶稣帮助你 或者我们经历到 有什么耶稣帮助 就是先聆听他 和回应他的感受 关心他 给多些机会他说 他说完之后 我或者某些人都试过这种情况 而后来真的祈祷 整个人都松了 整个人都安慰 你想我为你祈祷 然后他愿意的时候 他就可以 所以当你操练 其实你们在这里经历到圣灵 你出去为人祈祷 他们都会经历的 其实经历圣灵之后 大部分的 即时有圣灵的能力 但是想加强 就需要更多的讨告 和处理生命 但是有圣灵的能力是不难的 其实我为很多人祈祷 发觉即时他们祈祷 即时有圣灵的能力 其实你们也有的 但是我想你处理生命 即是生命里面的处理 然后你就告诉我 我们就可以释放你 可以操练为人祈祷 你做惯了 当你出去的时候 你祈祷 你就会看到神的工作 事实上 我见过很多很多 为人祈祷之后 所发生的事 我试过有一次 我也不记得那次是什么情况 我见到一个 我认识的一个基督徒 我不是他的教会 但我认识他 他认识我 我就跟他说 在某处 一个建筑物里面 不知道是有什么聚会 我跟他说 你想我为你祈祷 让耶稣祝福你 他说好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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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て都像在天堂 很轻散 因为我真的很放胆 我不有害怕 在街上也有做过 我试过做街头报道 在街头为人祈祷 那些人即时经历圣灵 即是我是常见的 很多种问题 有试过发烧 这些事我说这个 另外一个是比较严重的 祈祷即时觉得量 亦有一个是中风的 这个中风的人的脚是红,是肿的 我和他太太一起为他祈祷 他太太说我最初觉得他的脚轻 现在我就觉得他的脚涼 就是说他的脚涼了 然后看他的红肿就变成不是红 其实这些神迹我真的见到很多很多 以至我很相信神会使用我们 而使用你们,你个个都可以被提升 也引发我去写这单章 这单章是从人的需要来开始 以需要为本的报道方式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读这字 就是由失眠变成是睡得香甜 低沉变成是喜乐 二路变成是身心安宁 然后下面炒纳家庭变成是快乐家庭 然后体药多病变成是身心健康 然后担心前路变成是冲破困难 这六样都是人常有的问题 就是身眠 低沉 情绪问题 发生惹 还有容易闹嘲 身体弱增加多病 而且是担心前路 而耶稣是真的無论什么事情都能帮 甚至是经济问题 有些人说那经济问题是怎能帮 经济问题不是当人忘了 手上还让有钱跌在你身上 而是神可以帮助你 建立你工作的能力 在找工作时,便可以赚钱,便可以有经济能力 有时我们看到人很有需要时,我们可以帮助他的经济需要 但我们要小心,这个人是否濫用我们的爱心,我们就看情况 但我们曾经见过不同的人,他真的有经济需要时,我马上去帮他 我们看到这个人是真心想耶稣帮他,我们也会来意地做 如何使用这张单张呢? 这张单张可以跟家人朋友最容易 因为你跟他吃饭、聊天,有时他讲一些困难 例如他讲很多烦恼、不开心 你就听他说,有什么烦恼、不开心 你就听他说,他就告诉你,因为家庭、烦恼 你就听他说,他里面的感受,我们就回应他 我知道你很困难,知道你很烦,很不开心 而圣经告诉我,神医好伤心的人 有些伤心的人,烦恼的人,勞苦担重担都可以得到释放 就给他看这些图了,给他看这些图 就是发生的事 还有这个经文,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字一起读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借去来 我就使你们登安息 这里就是说到你无论什么问题 烦恼、苦担都不担,没有说到有些问题 总之那些是在烦恼你的 你来到耶稣那里,你是会一步一步得到帮助 然后后面就有不同的经文 这个单章其实是一个福音预公的单章 他不是把福音都说出来,因为不够位 我们只是摆到这么多 但是大家熟练了这些经文 就可以有福音的信息 也可以将来做一个福音的单章 就是纯粹讲福音的 这个就是福音预公来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那些经文 《甜碎》的,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 唯有耶说,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谁教 其实我也见过不同的人 失眠那些我发觉很奇妙 祈祷失眠那些我是一百分之一百改善 我失眠过我的,有一个很强烈的例子 就是我去宣教 有一个教堂牧师跟我说 这个教堂牧师 他说这个人是有十多年失眠的 我问他如何失眠 他说,每晚我只睡两个钟头 我跟他祈祷 我说你留下,我再为你祈祷 我再为你祈祷 第二晚,在那晚聚会之后 带我去那个姊妹 他就跟我说 他们通常做什么医治聚会 就会问他们有什么见证 我说,好,我明天就问 我明天就问 明天就问 那个祈祷失眠那位 就跑出来 跑出来,走上台 很兴奋,又手没足道地说 他说,我十多年就睡两个钟头 我昨晚,祈祷之后 我回去睡了八个钟头 是很开心地带着一班人 说,感谢耶稣,感谢耶稣 接着,其他陆陆续续出来分享 这个是我早期经历圣灵的时候 的一个聚会 其实我早期经历圣灵的 其中一个聚会是很短时间 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医治 因为我只是经历圣灵 我就告诉传道人 我最近有这样的经历 我可不可以为你的教友祈祷 他又愿意 他说,不过谁愿意入房 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进了房子祈祷 当时我还未懂得叫他们站起来 未懂得如何投游 就这样坐在那儿,过坐在那儿 坐在那儿围圈床 然后我们逐个按手 按手完呢 我问他们,你有什么经历 接着有个妻子跳起来 我腰骨痛就好了 她说,扭一条腰 另一个人跳起来 我肩膀痛就好了 即是那次是令到我 忽然间一眼开了 圣经所说的神迹 今天都会发生的 是我当日忽然间这个二年 然后我之后就越来越多 当时我经历圣灵的第一年 带了一群人信耶稣 在我们教会忽然间增长得很大 就是真是神的工作很真实 包括安然睡觉 就是我所说的 另外呢 我当时住了楼下的女人 我跟她祈祷 她又是几天 立刻睡得好 通常是几天 她肯跟同神就自后 但她不肯跟同神就是几天 我们有一个姐妹在这里 曾经参加我们聚会 她妈妈带她来 她说她四年 四年是睡不到 于是她就要停止读大学 然后带了祈祷 其实当时来说 是不知道是怎样的 不过她说 那一晚她开始睡觉 她睡得不多 但是睡得 第二晚睡得越来越多 后来就回学 最初是 让她的女儿整天哭 就是初语之前 为什么哭呢 她说 我现在没有了前路 睡觉睡不到 读书也读不到 我不知道将来有什么 所以 晚上睡不到 就在哭 她妈妈又很伤心 但是呢 当她离了祈祷之后 她就开始越来越好 就是 神的工作 其实我看来都是很惊讶 不是我们有什么好 是神的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你靠着耶稣 都是可以做到大事的 你可以向前去做到大事的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的 你时时活在神的爱中 享受神的爱 然后呢 你又多操练祈祷 然后你就在我们的群体 多为人祈祷 然后你出去 开始为人做 你就发觉 神迹就随了你 就是耶稣应许 这是权柄 能力呢 每个人都不同 但权柄 每个人都有 只要你肯亲近神 你就会见到 另外 其实还有一些人 也是我祈祷 他又觉得 睡觉 立刻改善 我每一个 他说失眠 那些祈祷 都是说 立刻改善 所以我看到 是特别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看到人 是有失眠的情况 你就去鼓励他 鼓励他 去为他祈祷 那我也都会 有时会 这些人 我没有教这个方法 但我现在说的方法 是可以帮到人 更加容易睡觉 就是在未睡觉之前 站在祈祷 因为站在祈祷 人的兴奋会降下来 放松的人 黑文雅 想着耶稣 可以说 可以不说 是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耶稣爱着我 多谢耶稣 放松的人 他有些可能 会感受到 圣灵的遥动 你自己做先 你自己 在未睡前 你一路 祈祷 最好期半个钟头左右 你感受到 圣灵的能力 一路 多谢天父 真好了 神的平安 然后睡上床 有那么松 都不松 全部都松了 有那么松 你现在试试 你坐在这里 放松了 脚 放松了 人 你可能会觉得 一种舒服的感觉 在你的脚上 放松了 是可以感受到的 那你躺上床 有时候我这样想过 好像整个人 就是睡在那里 你躺下床 那你躺下床 就是好像很松 很重 那你躺下床 尊重在耶稣 放松 耶稣和放松 就是放松 等着耶稣 一想到第二样 就立刻想回耶稣 又想回放松 那你试试 更加容易睡觉 如果你半天醒 你又可以起床 又再祈祷 即是睡不到 你又起床又祈祷 然后又是祈祷几个节 又又睡上床 又试试放松 那你会容易睡着 那我希望大家试 试了你告诉别人 你就可以带着耶稣 好了 跟着第二就是 《喜乐》 《加拿太书5章22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人爱喜乐和平》 人人都想开心 而我们祈祷 真的可以很多人开心 前几天我们刚刚在一个教会 他就做一个师父 一个训练 整群人出来祈祷 他们很开放 一群人出来祈祷 我就说 祈祷的时候 有些人起落 然后我就说 你开声 呼叫耶稣 哈利利亚 放松 哈利利亚 感谢耶稣 然后整群人起落 看到神的同在 当人爱慕神的时候 是很强烈 我自己宣教 我都去过不同的地方 是整群人经历起落 就是当他们开放的心的时候 神的喜乐 立即可以临在 安宁 有幸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就是神将平安 很多人都觉得平安 平静 接着有爱的家庭 有幸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就是说 有很多人家庭 很多吵闹 很多不开心 很多争吵 我们就告诉他们 当你信耶稣 你开始有多些爱心 你爱你的家人 就算他不好 你都接立他 你又看出他 其实他都受过很多伤害 被人骂过很多 所以他现在会骂人 当你不受他的影响 你对他更加柔和 关心 你的家庭就会好 你想以后的家庭也是 吵炒 还是改善 而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要介意他做不好的事 有时候你觉得他不好 就会生气 不肯对他好些 但你放手 以靠耶稣 你可以家庭更加美好 你想不想家庭更加美好 这也是一个 比如有些人带着小孩 你想家庭更加美好 更加开心 现在很多小孩都很背叛 他们到中学时期就会反叛 到高小已经开始反叛 你想想他们将来家庭很开心 这也是一个 有些有大小孩的人 可以这样跟你说 健康 很多人有身体各样的毛病 马虎福音十六章十八节 想问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圣经赐给我们拳并 也说 因为耶稣受他鞭伤 我们得以医治 有些人就说 那是否担保一定得医治呢 我们就会告诉他们 我们不知道 但神是要告诉我们 神是可以医治 神有这个能力医治 当你肯亲近神 他会逐渐医治 有时有些祈祷就会看到他改善 其实改善的情况我见过很多 有些很神奇的 我试过有一个人 其实有两个我以前的教友 就是我初经历圣灵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玩滑板 然后撞到地上的手 骨头很痛 去到医院的时候 手指不能动 他就打了给我 因为那时候 我们经常有些人 祈祷得医治 他就打了给我 他就说 牧师 我现在撞到手很痛 我不能动 我就跟他祈祷 祈了肚 他说现在可以动 这是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 有个人就头痛 他就说 祈祷的时候 好像水滚那么热 头很滚 然后再祈祷 然后那些痛就没有了 这是另一个例子 另一个例子 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教友 信耶稣 我就去他家 探他妈妈 探他妈妈的时候 他妈妈就做工 有一把杂刀 扎在他的手 是包住了 就是有封带包住的 就是 被一把杂刀扎下来 将他的手指一部分 是割开了 他的手指是不能动的 也是很痛的 然后我就 为他祈祷 一祈祷他 立刻觉得舒服 立刻的手可以动 他就立刻说耶稣 我就鼓励大家有信心 但是圣经也有说到 保罗初次传福音 去加拉泰 是因为他有病 也都说到提摩泰 他屡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不怎么走 还有 跟保罗一起的 尼巴弗提 特罗菲摩 都是说到他有病 尼巴弗提 甚至差不多要死 所以我们不能担保 神会做什么工 但的确大部分的人都会改善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到病人 无论在街上 或者你所认识的人都尝试去做 你就会发觉 你真的会带到别人 经历到圣灵的工作 更加舒服 甚至即刻改善 如果说到经历即刻改善 最强烈的一次就是癌症 我去宣教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是很远来的 她是乘火车过夜 来到我的地方 因为她听到那里有 特别的聚会 她就特意来的 她就有乳癌 那个医生又和她发现 就说有乳癌 她来到她就痛 担心 但她很防 我叫她祈祷你放松点 好像小孩子那样 感谢耶稣 耶稣很开心 我一路按手祈祷 按手祈祷 之后她就说 祈祷的后期她就开始起落 开始笑 然后祈祈祷 她立即作结证 她说在祈祷的时候 她就觉得有一种黑色的力量 在她的胸口里离开了 然后就松了 然后她就起笑 然后回家 她后来回家 再发炎的时候 医生说她没有癌症 这个见证都放在网上 你找癌症 严牧师就会找到这个见证 其实神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真的很诧异 也有试过十几年 膝头痛 她找我祈祷 一祈祷 她立即觉得松 后来再参加我 再祈祷 她就说 现在不痛 她以前是如何 她买很贵 她说二三千元 鞋 或者鞋 鞋 特别的设计 鞋 很漂亮 因为她本身是社工 她有收入 可以买这么漂亮的鞋 她找完医生去医 但都医不好 但在祈祷的时候 她是完全痊癌 有一次 我们的祈祷在十四楼 她走上来 她说我都不痛 神的恩典很大 她手震了几十年 她说由她十岁左右 她的样子 我看她也有五十岁左右 这么多年 她手都震了 四十多年都震了 但是呢 她告诉同事 她说我现在脚不痛 那同事就说 那你手震会不会医好 而有一天 她的同事就说 你手不震了 她就 很好奇 真的没有震了 她就说 那天开始没有震 那她就看到 哇 神的工作真的很奇妙 当你听到我的经历 你会觉得 好像 好像发生那么多事情 会不会令到你觉得 哇 很有信心 我也想这样进入 那有些人就说 牧师你得 我不行的 但我希望你说 因为耶稣说什么呢 什么人 有神积除有他们 信的人 所以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事实上 在我未曾经历四年充满之前 已经有 是两个人过后告诉我 他之前就不告诉我 有一个人 就是有癌症 有肿瘤 医生就说 他很短时间死 接着我就探他 探他 探他 然后我就离开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结果 我回来 那个传道人就告诉我 他说 那次你和他祈祈祷 他的肿瘤 终了 再延长了寿命几个月 这个就是一个其中的例子 第二个就是 我和他施洗 那时候没有经历圣灵 我都 他说 我觉得有能力 由头到脚涌下来 但那时候我都没有 但是 其实神做工是很奇妙的 我们个人都有这个权兵 耶稣会说 圣灵充满的人 有神迹罪了他们 不是 他说 信的人就有 你信就有 所以我希望 你见到 人有需要你就凭信心 有些是改善 改善 如果改善 那日日都可以改善 继续改善 就会更加好 再说一个例子 一个人 他坐电单车 是我们以前的教友 他电单车 铲在地上 他自己滚在地上 整身骨痛 他回来教堂 当然是找我祈祷 一祈祷 他又觉得舒服 又觉得松 这些情况 我真的发生过很多次 去到宣教 有些人用拐杖 然后他说 我不用拐杖 又作验证 我也有这个影片 现在 神就是这么好 这么真 所以希望大家 你有没有想不想进入 神迹性的事丰 真的好像 经常有神迹跟着我们 我希望大家都相信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 甚至我的地马祈祷 也有带着能力 地马祈祷 其中有些气格性的 第一 就是一个 撒旦教 他想耶稣 不过他很软弱 他在网上看到我的影片 然后打给我 然后我为他祈祷 他觉得邪灵赶出去 我问他很多撒旦教的 他都告诉我 他曾经试过 有些人追求撒旦 他们用五角星 不是六角星 六角星就是大卫的五角星 他就五个人站在一个星的角 他们就念那些 在某一个日期 就念魔鬼经 一直念念 后来就魔鬼出现了 出现的时候怎么样 是光明的 当时有一个女人 就很开心 很开心 原来撒旦那么光明 就跑过去 一跑 因为他们的规则 就说 你做这样一定不可以 离开那个位置 那他就跑了去 跑去 跟着撒旦就 撒旦抹开她的手 一抹开她的手 是完全黑暗的 就是他外面看 就是光明 就是他扮作光明的天使 但一打开 是黑了 黑小一拥抱她 一拥抱她 一拥抱她 他就大叫大哭 那几个人就不敢动 那女人就躺在地上 过了很久之后 都过了 就是make sure 他不再回头了 然后回去看看这个女人 有些故事告诉我 我问他关于撒旦教的事情 其实很多神奇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 发生着怪异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神是充满能力 充满因力 还有更多 有一个人是有很奇异的经历 我网上也有放的 他试过有个什么经历呢 他说明明落雨回家 是很远路 很大雨 怎料他祈祷很快就回来 就是他去去很久 回来很快 就是他求神帮他 很快就回来 然后他就叫我为祈祷 因为他觉得他需要释放 邪灵释放 而在祈祷之中他经历很大的能力 我希望大家有信心 我们赶邪灵和为人经历圣灵 都可以在电话 很多电话 我叫他站在那里放松的人 在祈祷问他有什么经历 有些就说很平安 很轻松 很舒服 有感动 有能力之类的经历 我希望大家在这样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 哇 神可以敢用我 我将来可以影响很多人 可以祝福很多人 你一定在家里操练 多亲近神 又操练为人祈祷 找朋友一起在家里祈祷 祈祷你 随时随地 一想耶稣 立即感受到神灵的灵在 这样的时候 你祈祷 你就会看到人的经历 越来越快 我现在来说 我为人祈祷 我是看到他即时的 我看到他即时就身体遥了 即时看到他 有些即时就感动 即时又会感动 即是看到他觉得很平安 轻松 这是神很真实的工作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 我今天才为一个人祈祷 他来我家里 我们的会所祈祷 他也即时感动 即时又很轻松 好了 接着 《冲破困难》 可以让我们胆量 冲破我们的巨派 可以说话 放心 建功的时候 也可以关心那个老板 观察他的公司 看到他公司里面有什么特质 看到这个老板有什么特质 看到他的房间有什么特质 主动地关心他的东西 譬如说 我发觉你这家公司管理得很好 我看到你说出某些事情 这是信心才能说出这些 我观察到你那些东西有条 那些工人很有秩序 很愿意 很愿意 很努力去工作 我们观察到 告诉他 我觉得你管理得很好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观察到一件事 他就觉得 哇 这个人很厉害 距离公民 就是想着 你问什么 我答什么 而是我们能够 有这种信心 神给我这种信心 我去到哪里 跟人说话 人们都觉得 你什么都敢 什么都不怕 我当时 我第一个太太 她已经识劳归主 她以前 我有读神学 她在一家地方做一些工作 我接她 那个老板走出来 我跟她说 当时我一天在学习的时候 我学习到分辨律法与福音 说到神的恩典 神的爱 我跟她说 因为她是信耶稣的 我说 我在神灵院学到 神真的很爱我们 很接力 神很看重我们 所以我的心很松 我在神灵院学得很松 很平安 很轻散 老板看着我 很留心地听我说 这个人说话很兴奋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 你心里看到神的尾线 你就随时跟人说话 都能够有信心 什么都冲破到的 你见工也好 你做工也好 你会关心人 你会做得更加好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会说 这个人真的跟人不同 我们即是说 无论是这些经文 或者是其他经文 不过这是一个隐言 你就用这件事 跟他说到 关于耶稣这么好 这么真 这么真实 来祝福你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他想的时候 你就带领他信耶稣 而带领信耶稣 很重要就是 让他知道耶稣的恩典 其实两个经文 大家如果记得 就已经可以传福音 就是《约4章3章16》 和《约4章1章9》 大家知不知熬乱 《约4章1章9》 所以你信靠祂,你就不致面亡反得永心 因为人如果没有耶稣,是要面对沉沦,要接受罪的审判 我们人都有罪的,耶稣为我们死,所以付了我们代价 就是好像你要交罚款,如果你没有钱交,那会怎样呢? 可能会坐牢,可能要什么服务令,或者要做什么 但是如果有人给你给了,你就不用再给了 耶稣就是给我们给了这个罪的惩罚 你跟他说,耶稣付罪的代价,所以你信靠祂,你就得够了 而信靠祂也是我们悔改离罪,因为罪是很恐怖的 罪就是,你不要发觉罪令到这个社会有很多斗争,家庭吵架 伤害,利用人,离婚,偷刑的钱,或者离婚之后 拿着老婆的钱,用老婆的名字,要她借很多钱,然后老婆欠债 这些经历我都听过,有很多人都在这些罪里面 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一看一书一章九节,记不记得 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使证我们一切不已 也可以用罗马书五章七节八节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感作的,唯有基督状 我会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补明了,就是说有没有人会为一个罪人死? 如果一个罪犯快被车撞到,你会不会撲去救他呢? 如果一个罪犯是杀人的,如果一个罪犯杀了你的家人 接着他差不多被车撞到,你会不会撲出去救他呢? 我相信这个世界没有人会祭他 但神就是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这个就是神的好大爱 而当我们真信耶稣的时候,悔改,神又会赦免我们的罪 那你就可以去解释福音,那很多事我们祈祷是怎样呢? 就是说这个经历四年报法的程序,聆听他,关心他 然后就让他表达他的伤心,他的重担 然后就说,我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分享了 我都有类似的经历,我都试过这样,或者某人试过这样 但是耶稣帮到我们,你想说我为你祈祷啊? 他说我愿意的时候,耶稣很真的,真的会来到你身上 你站在身上放松个人,你很想耶稣祝福你 你放松,我会为你按手可不可以? 他说可以,首先你自己投入先 你一投入,感觉到圣灵的能在就可以为你按手了 按手之前,你都可以告诉他,我为你按手了 然后呢,在祈祷之后你就说,祈祷奉耶稣名阿唯 然后你就说,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一直说,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请问你在祈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历 请问你在祈祷的时候有什么经历 如果他觉得平安,这个就是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叫我们平安 如果他说重担释放,就是努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来到耶稣那里得到安息 如果他觉得安慰,那就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那些喜乐就是喜乐游代帝悲哀 或者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即是什么,你就说什么圣经的经文 然后就说,神这么真祝福你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他说想,你就解释福音给他听 然后你就说,跟我一起祈祷,你真心祈祷 耶稣就立刻进入你的心里做你的救主 我都会告诉他,你会开始回家发现有不同的 你会开始发现,你犯罪的时候有个意念提醒你 你会觉得不舒服的,神会提醒你 就让你知道神是真,那你跟从他 你都跟他拿到联络的方法 如何带练他跟从,或者你给他这个资料 他有这个聚会的时间,可以来参加 一会我们就会,两个两个这样粗练 试试粗练,试试另一个都用不同的方法回答 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可能是反面的 不过你就不要句句都反了 如果你句句都反了,他就不能说了 你讲一些反面的说话,然后看看怎样 懂得回答 而我们的而且有些人,他真的句句都反了 句句都反了,我们都尝试在他说的说话中 如何回应他,所以稍后大家可以粗练一下 我们一起一起祈祷,求主给我这个热切的心 我想问你,你听完之后,你相信你将来可以有神迹 随着你呢? 希望大家不要害怕,有些人怕死了 我为人祈祷会不会在邪灵传我呢? 你处理生命就不用害怕了,你亲人神,你处理生命就不用害怕了 其实我为人祈祷的数目,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万次 因为我周时去聚会,是有百人为他祈祷 都不知道为了多少祈祷 所以,如果说入了邪灵,我也不知道入了多少次 如果真的可以入了 如果你听神的话,你是不用害怕的 我们一起放松的人 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满有恩典的神 你是怜悯人的,你是关心人的,你很想拯救人的 你很想使用我们,而你答应就是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我们的 就是我们能够奉你的名赶鬼,守岸病人,病人就必好 神赐给我们的权柄 求主耶稣你赐给我们的信心 叫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喜悦 神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求主你燃烧我们的心,叫我们心里火热 很愿意传人福音,很愿意见证耶稣的大恩大爱 主要使用我们,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赞美天父 哈利利亚,多谢耶稣 荣耀归给你,感谢天父 求主使用我们,公活我们 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公去祝福 多谢天父